也感觉非常亲切 蝴蝶飞来山茶凯 蝴蝶飞来山茶凯 去夜约会几年来 隔山海花 花不饮 我是花开白 爱情难尽风和霜 隔山隔水难相忘 山隔山隔两国墙 没有放心唱何意用 鸟子好唱不唱了吗 天下工作你败忙啊 一一一有一 谁在街头买三眼花 谁也看不上 谁也看不上 声歌唱得起路口 哎 鸟子声得太愿望啊 一一一有一 我不想我你不配话 不再乱嚷嚷 哎 不再乱嚷嚷 去年丁清蝴蝶圈 金花月我今年间 不是金花莫大千 金花快乐年 不是金花莫大千 哦 金花快乐年 哎 哎 那姓月地来想想 貌木也来越想美人 四宗多请至可笑 哎 不是吧你捏 温老师 电影《卢生恋歌》的音乐是雷老 以拉鼓族民歌为素材创作的 是吧 是的 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婚事》 还在广泛传唱着 是啊 当时老雷为了写好这首歌 赶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跑到深山里面去采访一位老艺人 结果他的热情就把那个老人给感动了 整整给他唱了一夜 老雷也就整整记了一夜 对 我们也听说这个故事 好像当时这位老人特别爱喝酒 是吧 那我雷老就给他带了一大坛子酒 两人都边喝边唱 是啊 你看 现在过去四十来年了 可是每当我一听到这首歌 或者唱这首歌的时候 总是感觉到那么一丝丝的醉意 去死吧 我听到后多多了 我听到这里 好 去死了 我跳过去 这首歌 也没八十来 我跳过去 你是不是 chung 我跳过去 好想把流水也泄 流水也会有世界发开 永远在我身旁 阿哥啊 美丽情一生 好想把褂蕉一条根 阿哥好比芭蕉叶 阿妹就是芭蕉叶 芭蕉叶 雪花开放你风来 写花和米风分不开 米风生来就连写花 写花 为着你放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起刘三姐 我们大家没有不知道的 三十五年前 她是乘着歌声的翅膀 飞入千家万户的 而这个为刘三姐 插上翅膀的人 就是我们的作曲家 雷震邦 对 雷震邦同志 确实是一个 很好的艺术家 人品也好 义德也好 而且她的鼓子 特别坚固 兢兢兢兢的 她轮回了导演的意图以后 她做出一个非常详细的表 你跟她在一起工作 是特别烦心 据说当时雷震 也随你们剧组 住进了壮乡 那么热情好客的 壮家兄弟 对你们非常的热情 就像带自己亲人一样 有一次寨子里分肉 还给外出采封的 雷震留了一份 可是没想到三年以后 雷震回来 这肉已经长上了 长长的绿毛 可是雷震最后 还是把它全部吃掉了 回来之后呢 你们就给雷震开玩笑 说她吃了壮家的一块饱 要么刘三姐的音乐 怎么写得这么美 是啊 任何一生能类 电影也好 电影音乐也好 她的成功都离不开 这个怨悦她的那一块土地 有哪一发人 多谢梁多谢四方中相亲 我竟没有好茶烦恼 只有山歌金情人 那金情人 山歌好连 高四如茶把乱高兴 世上千万三无分 只要上歌书求人 我将求上歌能把海填平 上天能干无缘走啊 下地能催无故声 呀无故声 打动人的优美曲调 不是在头脑中自然产生的 它来自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 最精华的民歌与民间音乐 您是说民族民间音乐 就像一棵根深夜貌的大树 作曲家就是和它相伴相生的一棵青藤 对 这就叫世上只有藤禅树 山中之啊 尖堂尘树啊 世上那尖树啊 尘堂 青藤若是不太树类 光怪一春呀 又一春 苏非常遥 苏组之党啊 射你不手啊 云自党留你呀 不留 鲫子党留你呀 不留 鲫青藤兼剪你不解类 空有两首啊 见有朝年秋连泪 我俩结交定不念啊 那个就是七岁四呀 奈何桥上等三年 那个就是七岁四呀 奈何桥上等三年 等三年 冰山上的《莱克》这部电影从拍摄到今天为止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 那今天我们重新谈起这部电影 我想各位老师的感触一定特别多 三十四年前 为了拍摄冰山《莱克》 我们和雷老一起到了南江 住进了他的科的帐篷 那里的野花一大跑 可冷极了 突然有一天夜里刮起了大风 把帐篷给刮跑了 我们大家居然谁都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 我们发现老雷没有了 后来他就睡在花丛里边 是啊 我们说寡风都不知道 他说我叫莱克薰醉了 蛮惬意的啊 还有一次啊 老雷骑马去采风 刚走到山点啊 就被马甩下了 哎呀 顺着山坡都往下滚了 后来挂在山崖的一棵树上 哎哟 荡来荡去啊 幸亏想到啊 走得及时 那真的危险呢 是 那次他要是光荣了吧 我们今天的观众 就听不到华尔威